我自己体会到的决定性 如果道不真 我们没有今天的道场 离不真也没有这么多人相信 那么天命不真也没有这么多的契机 以及各方面的显化 所以因为有这种真真真 那么就可以啊 我们道场有了今天 以真换真 既然这都是真的 这个真理拨不倒的 这个天命不能够违背的 所以就换得我们多道以后 修道半道人都是真心的 真心的牺牲 真心的奉献 你看我们本坛上场下下 我们台北的各位点算师讲师 台中的台南的高雄的甲义的 你们这些个前面人 就是点算师讲师坛主 这个银宝师 大家为了什么呢 大家都为了道 并不是为他自己 你们就来的第二天 也可能列有体会了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完全洗手 那么在道场之中 没有民可以取 没有民可以取的 那么在道场之中 也没有利可以贪 你说哪一位 不管是谁 来到我们各方面 都是自己自备路费 那么他们的生活 都是自己来负担一切 我们道场好没有补助 就这点啊 他们修到半道 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 这种精神可佳 这种精神可配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都是 老是是我们大德的感召之下 那么再说呢 也是我们台湾人的缘分 这个台湾人呢 现在正在走运了 走什么运呢 你们台湾呢 现在走天运 走地运 走人运 最好的时候 空前未有啊 台湾现在这个运 正在走人 好的时候 空前未有 那么将来呢 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个人体会 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现在是 这个运最好 这个你说这么好 人运 谁来运这个运呢 那我的想法 看法哈 年轻人 年轻人这一代 运这个运 不管是社会也好 不管是我们国家也好 甚至我们现在的道场也好 都是年轻人运运 这一代 很很有福气 所以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来得早的话 你看那些个 过去的那些台湾 你们的祖先呢 很辛苦 几十年以前很辛苦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人呢 我们中国人台湾人 真是好命 哪里正在好的时候 就是你们的祖先 当从铺路 后人走 你们走去好路 你们的祖先 种树 你们现在的乘梁 所以现在正是好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 年轻人这一代 有很大的使命 有很大的任务 对于国家 你们也有使命的存在 对我们社会 也有使命的存在 你说对 帮助国家 帮助社会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创造一个大通的理想 大通的理想 天下太平 真是一道通风 那么搭了这个理想的话 只有了道 我们只有拿替天行道 带天宣化 度化众生 才能达到这个理想 非此道而莫许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是现在很多 我们这个政府 有很多的要人 也求了道 甚至于中央级的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也求道了 他们都是这么样的感想 今天下午 有立法委员 一位肖立法委员 他来 来这给你们讲一讲 他个人的感受 他非常的诚心 不太一个人 好几位都是这么诚心 这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从前老母说过 先度贫 后度负 末后才度汪侯公卿 那像这些个 中央级的一些人 都是汪侯公卿的 都是不简单的 末着都趁着度他们 度上他们上来以后 那我们说过 大开幅度 现在真是大开幅度 大开幅度 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不是这么意思 对不对 没听说过是吧 没听说过 大开幅度 对不对 谢谢大家